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身材魁梧 相貌堂堂 穿着蚂蚁短衫长裤约十五六岁的少年 带着两条大黄狗背着一个大杯楼 里面除了一把用于防身的开山刀 攀岩用的粗麻绳 一只被套子捕获到的野兔 就是一些今天刚从山上采集的新鲜草药 带着一天的收获 少年正见步如飞的下山 少年小名叫狗宝 母亲起的 说是见名好让活 大名是他没有见的父亲起的 因他父亲当时是十里八乡 收购山野药材的二道贩子 整天想着发财 所以给他起名白德财 寓意赚钱容易 狗宝从即是起 就没有见过他爹 据村里人传言 狗宝爹做收购药材的二道贩子发达了以后 再有这千年的中医药文明的安国 古称齐州 开了几家药材商号 经营各类中药材 接着又值半家产 购买良甜 雇佣大量长短工种植药材 又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 不要狗宝母子俩了 至于说为什么不要狗宝爹 为何这样绝情 放任狗宝母子不管不问 有传言说是因为狗宝母亲 生前对狗宝奶奶不孝敬 加上狗宝爹常年不在家 少了夫妻情分 也有人说是狗宝爹飞黄腾达了 被小娇娘美色迷了心 看不上家里的黄脸谱 变心了 还有在安国见过狗宝爹的知情人士说 当初是因为狗宝爹和狗宝妈结婚多年没有孩子 狗宝爹多娶一房为了传宗接代 只是小娇娘管得言 逼着狗宝爹休妻 狗宝爹才不敢回家相认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在狗宝妈怀胎生下狗宝的时候 狗宝爹在这不惑之年迎娶了二八美娇娘 从此以后 别说再接寄狗宝妈母子俩 狗宝爹除了做生意 就是沉醉在美娇娘的温柔乡里 百家村再也没有人见她回来过 作为母亲 狗宝妈生下狗宝后 独自辛苦地把狗宝拉扯到十二岁时 并没有等到狗宝爹应有的回应 在贫苦的日子里身心俱疲 再也撑不下去 撒手人寰 留下来狗宝独自一人守着一座破旧的老院子 和两条大黄狗一起生活 这步 狗宝今天早晨进山采药打猎 到了傍晚时分下山 看着收获还不错 采集的草药可以去集市上换几个铜钱 大黄狗捕获到兔子肉当作口粮 兔子皮定型晒干积攒起来 到时候料足了可以做一件兔毛大衣穿着郁寒 下了山间小路 走上回村的大道上 突然听闻有马蹄声 游远而近 一共有三人骑马而来 狗宝就让路到旁边 让两条大黄狗安静 三人到了狗宝面前 问狗宝见没见 一个十四五岁年纪 扎着两个马尾辫的小姑娘 狗宝看着三个面色不善 不坑不悲地回答 刚从山上下来 并没见过什么羊角辫的小姑娘 三人看了看狗宝的悲劳 一声道谢的话也没说 起码就向前赶去 狗宝有点莫名其妙 狗宝就加快脚步往村子里赶去 快到村子的时候 看到一位少女狼狈地从一条小道爬到路边 一声灰尘 好似赶了很久的路 见到狗宝轻呼 救命 狗宝定睛一看 这不是刚才遇到的三位骑马人寻找的少女吗 十五六岁 扎着两条羊脚辫 狗宝想到此处就凑近少女身边说 刚才遇到三个骑马的人 是不是在寻你 少女说 那些都是坏人 求小哥救命 狗宝看着模样清秀的姑娘也不像坏人 在想之前三个骑马的人 杀气腾腾 更愿意相信少女的话 于是就把身上带的饮水递给姑娘喝了一些 准备带姑娘先离开此地回家再说 突文有马蹄声疾驰而来 姑娘赶紧又进入路边的沟壑里 隐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三个骑马的人到了狗宝跟前 狗宝已经整理好衣巾 装模作样地往回赶 三个人看了狗宝一眼 问道 这村子是不是叫白山村 狗宝点了点头 三人势急迟入村而去 看着三人远去 姑娘从沟壑里慢慢爬了上来 两人对视一眼 姑娘听闻这是白山村 告诉狗宝村里是不能去了 狗宝想了想 就带着姑娘 走一条隐蔽在路边的狩猎小道 沿着村子外围去后山自家挖的 一个储存蔬菜的山窖 那地方自从母亲去世后 就一直没有用过 洞口位置相当隐蔽 里面隐藏两三个人都没啥问题 到了狗宝家的山窖里 狗宝简单打扫一下 少女坐下后才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又接过狗宝递过来的水 大口喝了起来 接着又大口吃狗宝递给的干粮 狗宝看着模样清秀的少女 狼吞虎咽地吃相 就明白这姑娘多半使饿坏了 狗宝就坐在旁边默默地不说话 等了一炷香的功夫 少女也吃饱喝足了 看出狗宝询问的神情 就自我介绍叫正丘缘 非常感激狗宝的救命之恩 狗宝正准备问少女 为何被人追得如此狼狈 难不成是谁家逃跑的苦命丫头 少女却反问狗宝 白家村里是不是一个叫白德才少年 年纪和你差不多 他爹叫白有法 听闻少女提起这个名字 狗宝神情呆滞了一下面色微变 自己的这个名字乃是村里的禁忌 自从母亲离世后 谁要是提起这个名字 或者叫她白大少爷 那就是在侮辱她 接她的伤疤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不道歉事不罢休 所以自己的大名 几乎已经被自己遗忘了 可今天这位来路不明的少女 却直接说起自己的大名 以及那个未曾谋面便宜爹的名绘 难道狗宝看着少女 冷冷地说 你找她干什么 少女争了争 仔细看了看狗宝的面容 看得狗宝浑身不自在 嫣然一笑道 你就是白德才吧 少女说着 好似丈母娘校女徐任真真上下审视着狗宝 心里暗道 白老爷没有骗自己 白公子虽然穿着朴素 可是狭不遮于 真是一位俊哥 作为自己未来的相公 有才有貌 救了自己又有爱心 真是缘分 不枉自己千里迢迢来寻夫 想到此处 少女貌美如花的脸颊上 好似染上火烧云 红通通的 看得狗宝一时失神 缓过神来狗宝说道 你找的人是我 不过大家都叫我狗宝 只字不提便宜的 少女听闻狗宝二字一争 扑吃一声笑出声来 狗宝善善一笑 这名我娘亲起的 她说贱名好养虎 说道娘亲 狗宝眼睛就湿润了 在这穷山僻壤的山村 孤儿寡母生活和其艰辛 想起那个人的名字 狗宝恨不得去替娘亲 垂死那位薄情寡义的人 少女看着狗宝 愤愤的神情 拿出一张继承遗嘱文书 开门见山说道 我是白老爷收养的义女 她自己做错事 不奢望你原谅她 希望这些东西 能够弥补她的一点过错 而狗宝看到寄遗嘱继承后 灿然一笑 心里百般滋味 少女看出狗宝不识字 就拿着遗嘱给狗宝复述了一遍 当少女复述到遗嘱最后 秋云是爹的养女 聪明伶俐 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好孩子 请你以后一定要善待她时 小脸疼得一红 声音细弱文扬 秋云虽然无法与狗宝感同身受 但是 作为白有法的养女 或多或少知道狗宝家的一些内幕 看着狗宝难受的神情 也有点心疼这位从小没跌疼 在山野乡村长大的少年 这时秋云突然又想起什么 看着紧跟着狗宝的两条大黄狗说 你今晚住狗屋 听闻这话 狗宝有点傻眼了 正正地看着秋云 不明所以然 这要从狗宝迭白有法做收购药材生意报复后 在安国城站稳脚跟后 看上青楼一位貌美如花的头牌小娇娘 取借门说起 当时白有法已进入不惑之年 虽然知道结发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高兴之余 也架不住小娇娘的温柔香 就拿出一大笔赎金给小娇娘赎身 想着自己现在有的是银子 多娶几方太太也无可厚非 也就能多生儿女 这位小娇娘育夫很有益手 也不知道用的什么高明手段 把在外做生意精明的白有法 克制得死死的 别说那妾 还想着逼迫白有法把原配妻子修了 而白有法多半是对发妻内心有愧 最后白有法没有修妻 只是保证不与结发妻子有任何来往 转眼过了几年 眼瞅着小娇娘愈发妩媚 娇艳愈低 白有法在床上也非常努力 尽量满足 可是小娇娘的肚子依旧平平 虽然白有法不敢说什么 但是 心里总感觉 没有人继承自己这么大的家业 心里很是不爽 这个时候 有位生意上关系不错的伙伴 夫妻俩出去收购药材 被山匪拦路抢劫至死 留下上幼的女儿 白有法从小认这个女孩石刚闺女 这样秋云从几岁开始 就被白有法收作养女 养在身边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 白有法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身体早已经被小娇娘不住的所求掏空 可是小娇娘的肚子依旧平平 令白有法心里很不适滋味 不曾想 又过了几年 眼瞅着白有法将近花甲之年 老太近显 在小娇娘三十多岁徐娘半老 风韵有存的时候 竟然怀孕了 这可把白有法高兴坏了 在十月临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白有法老来得子 直呼苍天有眼 选择在孩子百天时 请席班子搭台唱席三天 五师五龙大百言席进行庆祝 谁曾想 这孩子竟与白有法毫无关系 而是小娘家偷人所生 话说小娇娘比白有法小二十多岁 在白有法血气旺盛 体魄壮的时候 和小娇娘夫妻生活还能琴瑟和鸣 但是随着步入知天命的年纪 传为之事一天不如天 而小娇娘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时常得不到满足 再者说这小娇娘出生在烟花之地 从小耳熏目染阴歌厌舞 人生观比较扭曲 当看到白有法望子玉川 有为了巩固家庭地位的理由 获得大家业 小娇娘早已和家里长相英俊的年轻花匠 暗度陈仓 为了优惠方便 后来直接提携王花匠为家里总管 就在白有法的眼皮子底下偷情 经过王管家多年不懈的努力 小娇娘终于怀孕得子 在白有法老年得子再高兴之余 在有新人的提醒下 突然感觉那里有些不对劲 因为这两年白有法年事件高 和小娇娘的床子直欢次数非常有限 再者按照小娇娘十月怀胎的日子来算 小娇娘怀孕的那段时间 白有法根本不在家 一直在外忙着收购药材 想到此处 白有法气得一口气上不来 险些晕死过去 好在养女秋云一直守在身旁 赶紧请大夫及时救治 算是没有大碍 为了弄清真相 白头发更加控制财政大权 一部分让秋云分担 背后安排人盯着小娇娘和王管家的行踪 果然发现在自己不在家的日子里 小娇娘公然招王管家去卧室行雨水之欢 甚至在下人面前亲热都不曾避讳 听闻此事 白有法被气得当场吐血不止 感叹道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缓过神来 白有法首先在城里找到自己的老乡 询问老家里的情况 知道只有狗宝一人艰难度日 忍不住老泪纵横 可是已至此 多说无意 思想想去后 白有法又花银子请来献令 主宝等人吃饺 立下一份继承遗嘱文书 戴上公正印章 证明自己百年以后 把所有的家当产业 都留给自己白家村的儿子 小名叫狗宝 大名叫白德彩 等自几百年以后当此事办成 遗嘱继承里有承诺令 令给县令 主宝等人奉上千两百言 遗嘱共写四份 县令 主宝 还有一位生意上的好友 加上自己美人一份 此事商定过后 回到家 为了颜面 白有法本想着 悄无声息地把这对狗男女扫地出门 没成想这对狗男女见到奸情败露 直接在书房里把白有法打翻在地 腿都被打折 要不是养女秋云回来及时 白有法估计早已经被这对狗男女当场打死了 趁着小娇娘和管家安排人手软禁白有法之际 白有法把遗嘱偷偷塞给秋云 并叮嘱秋云 不要管自己了 一定要想办法去白家村找到白德彩 一起去衙门找仙太爷报案 就能惩处这对忘恩妇人的狗男女 并告诉秋云 如果看得上白德彩大哥 喜闻乐见他们能够百年好合 如果两人没有缘分 就以哥妹相称 好好经营自家的药材商号 一辈子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 吃喝不愁 秋云含着眼泪忍不住点头 只能听从养父的安排 想要偷偷溜出去时 发现大门已经被小娇娘和管家 安排自己人把控 大门后门根本出不去了 焦头烂额之际 秋云想到后门竹林那边隐蔽的角落里 有一个狗洞 就带着一些银子 怀里揣着养父给自己的继承遗嘱文书 艰难地从狗洞里爬了出去 出去后秋云也不敢耽误 一路风餐露宿 打听着去白家村的路 找白家大少爷去了 而小娇娘和管家听闻秋云跑了 就变着法折磨审问白友法 问秋云的去处和目的 这时的白友法早已被小娇娘和王管家当着面亲亲我我 打击得精神为敏 生无可恋 要不是她有先见之明 早已安排好后事 只怕真会随了小娇娘和王管家的愿 这时白友法也许是真被气糊涂了 竟然告诉小娇娘 秋云去找大公子给自己报仇了 狗男女什么也得不到 小娇娘和王管家一合计坏了 估计这老东西有后手 万不能让秋云找到白家大少爷 于是王管家就匆忙叫上两个心腹家农 背上快马带着凶器 一路及时追踪秋云至白家村而来 好在秋云出发得早 再快到白家村的时候 才被王管家追上 可是眼瞅着秋云王管家毫无办法 因为聪慧的秋云早有先见之明 花钱跟随一支护标的队伍 王管家根本没法下手 秋云再快到白家村的时候 又担心这帮人提前对白少爷不利 就趁着钉梢的王管家不注意 偷偷脱离标队 顺着打停到去白家村的小路飞奔而去 而王管家发现秋云脱离了标队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加上他们又不知道去白家村的路怎么走 在山间兜兜转转来回跑了不少冤枉路 傍晚时分就遇到过采药下山狗宝 由于互不认识 从而错过了除掉狗宝最佳两斤 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狗宝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本来心里恨着那没见过面的老爹 可是听闻他遭此大难 又有点心酸 真是应了老话说 人在坐天在看 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时候夕阳已经西下 只是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狗蛋就给秋云说了自己的计划 等会安排村里的族人们来这里和秋云混合 晚上设一个套 等着黑心的王管家往里面跳就好了 到了晚上狗宝安排好一切 早已经听闻村里人说有三位骑马的陌生人 打听自己的住处 说是白有法派来接自己去享福的随从 狗宝心里立马就明白这伙人的用意 估计今晚必定要对自己下黑手 这时狗急跳墙了 找不到秋云就想把自己斩草除根 就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 吃过饭喂完狗熄灯后 就从后门趁着夜色 偷偷溜到后院里两条狗的窝棚里 王管家三人打听到白家大少爷狗宝的住处后 三人就趁着夜色 隐藏在狗宝家篱笆院子外的灌木丛中 看到狗宝回家做饭吃饭 王管家认出正是傍晚时 自己问路的那个少年 因措失下手良机后悔不迭 等熄灯过了一会儿后 就招呼两个家奴方过篱笆围栏 拿着凶器直扑狗宝的住处 没成想进屋后发现床上没人 王管家就暗叫不妙 赶紧退回院子里 不曾想从后院里 悄无声息地窜出两条大黄狗 直扑三人狂吠而去 王管家三人被吓得屁股尿流往外跑 随着狗叫声 院子外面火把突然都亮了起来 亮如白昼 光亮照的三人无处遁形 王管家定睛一看 院内有狗追 还有狗宝拿着开山刀追来 外面白家村的族人 簇拥着郑秋云开门而入 手持干活用的铁锹棍棒等 把三人团团围在中间 两个跟随王管家来的家奴 立马吓得尿了裤子 丢下手里凶器跪在地下束手就擒 王管家一看村民人多事正 也只能丢下凶器乖乖束手就擒 第二天 在族人的帮助下 王管家三人被五花大绑 押送在两辆马车上去县衙上报行凶未遂案 经过县令多家关照的严审 审讯出王管家和小娇娘犯有败坏社会风气的通知人罪 加上打杀折磨白老爷 虽然没有判死刑 也被判十二年的牢狱之灾 以警校友 这边在郑秋云的劝导下 狗宝去认爹 白老爷见到狗宝后老泪横流 伤病加上激动 竟然还没有听到狗宝叫一声爹 就一命呜呼了 狗宝在秋云的帮助下 安排完白老爷的后事 继承白老爷的商铺产业 心里无味杂陈 想着要使娘亲活着就好了 也能跟着享清福 收拾完心情 看着秋云深情的目光 狗宝柔情地看着秋云 询问着说道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吧 秋云脸色一红 煞是好看 在月色下看得狗宝入了迷 不由地脱口而出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